最近呢很多人喜欢旅游 尤其是呢喜欢到这个大海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相信呢很多人在旅游的同时 也想呢在旅游的地方买一套房子 那么我们之前呢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这个海景房非常受人欢迎 但是你发现没有 最近呢有一个调查 说海景房出现了白菜价 为什么之前特别受追捧的这个海景房 现在一文不值呢 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进行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呢我们来讲第一点 就是呢海景房的优势很一般 和正常的商品房呢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么很多人为什么要去买这个海景房 就是呢被这个海边所吸引 而且呢很多开发商会直接把这个房子建到海边 基本上呢你出门50米就是沙滩 或者呢开发商会告诉你啊 买了这里的房子会拥有私人的沙滩 不会呢被游客所打扰等等 但是你没有想过这样的房子有什么缺点呢 一般游玩的季节都在夏季 但是到了冬季以后 这里呢会非常的冷 即使在南方的这个海边 那么到了冬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 也会很潮很潮 如果呢你长期不在这里住 那基本上房子放了一两年 你就会发现墙皮开始脱落 家里面的家具家电啊开始发霉 所以呢 唯一海景房的一个优势就是靠海边 但是靠海边的同时 我们还要想到底这个配套齐不齐全 近些年来呢很多这个沿海的城市都推出了这个养老度假房 这种房子呢建在海边啊 跟这个老人呢宣传的都特别的好啊 包括返租 包括呢购买了以后回报率高等等 但是很多老人买了以后直呼上当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这个海景房除了游海以外 再没有别的配套 公交车不通 周围呢没有像样的医院 而且如果想要去买东西 可能还要隔10公里到20公里 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只是高兴了一时 所以这就是海景房 它的配套一般的情况下是跟不上的 那你比如呢我们所说的东部的沿海的几个城市啊 微海呀 还有这个厦门呢等等啊 环境是非常好的 但除了市中心的海景房你可以购买以外 那剩下的一些地方的海景房是不要购买的 因为呢市里面它的配套是齐全的 也有呢升值的空间 但是呢很多偏远的地方呢被开发商拿来当做呢割韭菜的工具 所以尽量呢不要去碰这些远离市区的海景房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很高昂 基本上被套牢啊 我们说为什么买房子要到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去买 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买房子呢买的就是地段 那么很多沿海的三四线城市为了能够让自己的房子卖出去 所以呢会把这里包装的非常好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的房子心动买了 那就是冲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是大量流出的 它给你造成这种干净卫生的一个形象 所以呢它的房价整体是提高的 但是这种房价的高昂是和当地的收入水平严重不匹配的 那比如说你在内地买一套房子 可能平均的房价呢是五千到六千块钱 但是到了海边就是因为它有海 所以它的价格会一万二到一万五 而且销售呢还会告诉你 你现在不买不一定以后能买得着啊 给你造成一种恐慌 所以呢你稀里糊涂的去掏了钱 买了以后才发现啊 你卖的时候房子变成了二手房 觉得不好卖 为什么呢 因为新房卖的比你二手房更便宜 所以基本上买海边买海景房的这群人啊 大部分都是被套牢的 因为呢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海景房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呢是猴鸟城市 什么叫猴鸟城市 就是夏天的时候人们为了度假 这里可能人满为患 但是到了冬季 这里呢基本上是没有人 一个小区的入住率呢 可能只有十多家 连供暖都保障不上 所以这样的房子买了以后就套牢了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另类销售 专门护佑外地人 那这一点呢 让这个海景房的形象啊 是大打折扣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呢你这个海景房建的好 配套也能跟得上 小区呢环境又好 那很多人是愿意买的 但是我们讲呢 在这个房产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房产销售是套路多多的 为什么现在很多老年人 一提到这个海景房就害怕呢 就是因为被骗怕了啊 很多这个海景房卖不出去 那怎么办呢 只能够在全国各地去散发这个传单 他们打着呢 以免费旅游或者说低价旅游 这样的名义来骗老年人 那基本上旅游呢 就100块钱到200块钱 很多老年人呢 舍不得花钱或者说收入有限 那么有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会抓住 但是一旦上了他们的大巴车 那你基本上就被骗了啊 他们到了以后 不会让你去游览这个景点 而是呢 年夜啊 让你去售楼处看房子 甚至周围还有四五个人围着你啊 不让你走 硬是让你呢 拿钱出来买房子啊 即使你没有钱还会让你呢套信用卡套花呗等等 无所不用其极 到最后呢 还要看着你回家取钱 但是呢 当你买了以后啊 你会发现这个房子呢 不像当初他宣传的那么好 所谓的回购 所谓的这个帮忙带出租都是没有的啊 包括呢 你自己去数据发现这里入住率很低 配套很差 那这就是呢 专门套路外地人的一个骗局 所以我们在这个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镜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你千万就不要去碰 不要相信网上或者别人对你说的天花难坠 一定要亲眼去看啊 保持一个冷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